夏天是减肥的好时机 其实食物停留在胃里的时间越久 越有饱足感 代表胃要排空的时间越久 但是吃什么才有饱足感呢 其实食物在胃里的时间越长 就越能够减重吗 专家表示了 像是牛肉跟猪肉 饱足感就有4到5个小时 但伴随的油脂热量也很高 专家也挑出 饱足感长 油脂又低 CP值最高的6种食物来减重 提供给观众参考 夏天到了市的减肥好季节 除了运动吃什么也很重要 食物在胃停留的时间越长就越抗饿 只能在胃里面停留2到3分钟 橘子跟葡萄可以在胃停留30分钟 排空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表示食物留在胃比较多时间 这样子就比较有饱足感 减肥要忌口 但是又怕饿 食物在胃停留时间越久 确实能增加饱足感 但真的有利减肥吗 需要消化更久的红肉类型 虽然有饱足感 但是伴随的油脂热量也不少 营养师建议这么做 想要饱足感时间久 也不会造成身体负担有6样好帮手 包括地瓜 马铃薯 香蕉 鸡胸肉 水煮蛋 气泡水在减肥路上达到事半功倍 营养标识上面他会写说 我是水加二氧化碳 还是水加一些碳酸饮料的部分 所以建议选择二氧化碳 对身体的影响度会最小 夏季就喝了很多的 因为泰智喝了很多的饮料 不少人刚减肥最常遇到睡前感到饥饿 专家建议选择牛奶或无糖优格优弱乳 达到饱足感又能减少胃的负担 也是减重的宵夜小法宝 这杨琪浩阳宗燕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